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专一集感情调查局 十位女星在交往后 谁会吓跑对方的排名中 为求自保 呛声耍心机 还恶八八卦 现在就来看看 上集精彩回复 选你的话 绝不当给 哇 今天是第一名的话 我跟你讲 我就是外在跟内在 我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跟我在一起两年 没有洗过衣服 没有在你过家里 都是我在做的 不要记住 嚇你的口言 跟你讲 难怪你懂得犯 她说有人动手搭 谁 那是王子余 我 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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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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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姿勢是大家公认 她都不行 她不是为了 不要想这样子 你这么习惯还敢这样子 不是不要这样子 而且她方外没有 章好跑出来 我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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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希望 子余对你蛮好的 她说什么 她说 这就好 这就好 是真的吗 其实她们写的都一样 李妍锡说 交往后发现是个男的 当然要跟说 李妍锡 好不好 李妍锡 今天紧接着 还要公布百味路人的票选 而小萌老师 也会替众女星占卜 无尽宝内容 我们马上开始 其他都还好 第一名才有这样的优惠 我给你看 还蛮可张的 那是什么啊 那是什么啊 这一包是什么 中药 我在减肥 吃减肥药 你不用了啊 干嘛 你不用了 你先把你生活习惯搞好 都是吃的啊 你在减肥吗 你在减肥 然后你拿个筑子在房子 都是吃的 还有 那QQ的啊 你现在在感冒吗 对 我现在在感冒 哎呦 干嘛会找到鼻涕哦 你比男生的包包还要辣散 你基本很干净啊 不是吗 你的东西都会越灰灰的感觉 十佳琪的小洗手 是粉 镜子很干净 前天买的 因为是新的 幸好是新的 因为是新的啊 OK 你真的 来我们来看整洁第一名 二字肉来 哇 因为这个是脚本以外的演出 所以一定真是 你蛮整洁的啦 而且你没什么东西耶 你真的包包好空哦 它也有点空了吧 但是很干净 可是它临时就是亮亮的啊 而且我的那个粉饼 还有用套子包 看好的耶 粉饼有套子包来看一下 它有编号吗 不是这样 什么都没有 不是 就是 有耶 它有包起来耶 哦 哇 怎么差那么多啊 我都比较贴力的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艺人的粉饼 这么干净 它每次用完都会洗 戴如姐 你看小優的那个啦 你说谁勾了 谁勾 对啊 她的粉饼超黄的 她的粉饼在哪里 要看粉饼在那边 在麦克风旁边啦 戴如姐 我不要打开 那一件衣服 完了完了 光看外盒就这么抓张 这包包啊 都油在上面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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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0个年这个来承计你们啦 你这集播出以后 你真的不用再想要交男朋友了 她那个绿绿的是发霉 你愿被你拿走 没有发霉 我跟大家讲一下 而且重点是 而且你买了减 你吃了减肥药 又放了一堆零食在包包 你还是更诡异的人 还有更惊人的事情 还有吗 就是 什么 什么 而且 而且我都看到了 而且我跟妳讲更惊人的是 你卫生杯为什么不包起来 更惊人的是 所以她刚刚刚问我说 还好老天有保佑 等一下 还好没吃 你猜我又做到什么 什么 她的微信也不止 跟猴唐包在一起 还有什么 里面还有钱 好可怕 小優 你才 太快 小優 你怎么用卫生棉 你卫生棉 你拿卫生棉就拿出 拿钱拿到去 你看 掉出来 好可怕 没有 因为突然来的就随便就塞一把 但是通常女生卫生棉一定会有个包包啊 女生全力游来游去那戏剧有多多啊 不止不止哦 她的 她的卫生棉 刚刚是不是已经跟猴唐放在一起 对 还有跟钱 还有耳环 什么都有 你看这袋子有什么都有 糟糕 我跟妳讲我是百宝袋好不好 首先 我也就是跟你讲一下 我在那边跟全国观众说抱歉 我也跟紫若说抱歉 我正式把我这个 这个小優这个名次 对 紫若对不起 你应该要背不起紫若 不行 我们这边是公正公开 选的就不能换 不是 你什么 你怎么让我 你怎么让我 你走开 我抓住你 你真的 你不要再怎么做完 你不要再怎么做完 我也要点 好不好 小優叫我一点 我们两个跟你深深一起走 等一下 煮拌上这两个文小優的头皮好了 哦 要洗 你确定她的头皮 这算是五路 这算是五路哦 几天没洗 几天没洗 昨天 凌晨一天洗的 好那你去给她们两个文文 我还有误法 等一下 你先不要靠加一信 是香的 外面那一层 法力香的味道 里面那个油漆 哇 油漆 你闻你厨房 因为我会在我们厨房一样好不好 你下地狱 你说我 你叫不得好吻 你叫不得好吻 那现在住这个小優 这个高票当学 耶 好 谢谢紫若玉小優 嫁不出去吗 太好了 一百位 小優连老鼠药都带出来是怎样 小優连老鼠药都要吃减肥药 啊 我小優连老鼠 哎 哎 那是中药啦 那是中药啦 各位 现在重头戏来了 我们有去街坊路人一百位 所以呢 我会做的眼睛那么血亮 但是我要 我要提醒各位 其实如果你没当选 没有人说你第一名最后名 你也不用太高兴 搞不好我是知名度不够 我其实现在是在安慰第一名 没关系啦 而且今天呢 最会吓跑对方的女艺人 第一名跟第十名 可以得到奖品 有奖品吗 有奖品吗 谢谢 第十名得到的呢 是 淡如姐的鼓励奖 就是 祝福你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嫁出去 第一名呢 就是最恐怖的呢 可以得到慧萍姐的安慰奖 哇 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准备的不够宿命 哇 好想看 好想看喔 先搬给小優啦 先搬给小優 跟刚刚那一段一起出来 路人不一定 路人不一定 我刚刚有说话有这个 埋伏 对 也就是说 路人不一定 如果知名度不高的话 恐怕路人也不会选你喔 没错 小優不是讲你 喔 那这让我们 为什么我说知名度 其实有时候重要 因为有时候路人被你问到 他也吓到 他就随便选一个他认识的 对 对不对 有可能的 我现在在帮你们打强 所以男男女女吗 路人男男女女都有嘛 第九名 第九名 谁 第九名 李妍景 不能讲是吧 李妍景喔 李妍景喔 真的喔 李妍景喔 觀眾是雪亮 真的很贵意耶 你们有在看电视吗 好不明知 没有没有 他们是雪亮的 他们真的了解你 他们真的太了解你 但是他们真的有点担心 你是说 忽胖忽瘦的 身体是不是不太好 胖 身体很健康 我突然健碱了 会无法生育 有有有 子宫很漂亮 医生说了 子宫很漂亮 不要这样 有在照片 来吗 等一下 我们先跟她讲 我们刚刚发生的事情 刚刚我本来 在要上节目之前 也有跟慧萍聊 我说如果是你 这十个人 谁会把男生吓跑 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认识 结果你知道吗 我跟林慧萍 我们两个选同一个人 这才奇妙的 我以为最后才揭晓 现在要先说 真的吗 我们选的那个人 在路人的心目中 排名不高啊 对 是谁呢 谁 我们两个 一起指针她好了 一 二 三 这是严谨 所以你们觉得我会第一个 把人家吓跑的吗 不是 因为喔 来 你现在不要讲话 露出温柔的微笑 你真的很相伴画里面的公主 有没有 很可爱 很美 一开始有动作 就毁了 男人是本来以为她是公主 后来发现她是夜叉 就会跑了 没有 多少男人爱我这个个性 真的 我的力 因为我是直爽 直爽 男生跟她在一起会没有压力 对 因为很多的女生 比较做作一点 但也会变成 她是大啦 有谁 有谁 例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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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挖了个洞 我跟你讲 有些人就很会挖洞给人家跳 像我们 都不会 我們都还傻傻去跳那个洞 爬起来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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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子 好玩喔 加分 加分 有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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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得到的指示第九名 第九很深 很好 好奇怪 可是你差一点 好奇怪 第十名才有奖品 好奇怪喔 好 第十是谁啊 第八名 各位 路人接榜 第八名是 宝刚刚 也不错啦 这算正面评价 对 算啊 她只虚张你一岁 可是 既然说 有一位观众说 笑起来感觉傻里傻气的 她觉得男生应该 不喜欢太笨的女生 其实我她不笨 她不笨啊 她乖乖 她乖乖 她有国小程度的智商 她只拿台湾小姑娘而已 OK的 漂亮 所以 OK啊 你才到她一岁喔 李妍景 對 她27 李妍景吃太好了啦 沒有 因為我比较高 然後 比较一眼 然後我又出道 看起來比較精明 對 好 第七名 第七名 各位观众 几乎路人调查以後 第七名 會嚇跑的女人是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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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 我接受 成長江的排名差不多 每一人是嫁得出去的 OK 就是愛君愛米 我愛大家 來 那他們的 擔心啊 他們的感染對不對 你Man的那個印象 真的沒有動啊 我以為只要演藝圈知道 不知道欸 還有一位觀眾也是差不多 她說 每次出門 她要推得上她解釋說 她是我 女同仁 不是她同仁嗎 我覺得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路人也好幽默 他們這一百位路人當中 對 什麼 第六名 好 各位 第六名 會嚇跑他們的女藝人是 易軒 喔 你們兩個真的是 有點連在一起 不是觀眾形象 是特明星欸 各位 不分宣誌 我相信如果今天黃小柔也在 你們差不多會在 繼續 順子 順子 我們一定順子啊 可是我以為我會更 低 更後面 沒有差不多 你們應該是同分 跟我一樣同分 怎麼會有自信 而且惹他們兩個生氣 就是要跑三千還有做五百獎 沒有啊 還蠻健康的 差不多嘛 第五名 第五名 不上不下 跟她交流 中間 不上不下 誰上不下 誰 會嚇跑他們的女人是 薇如 中間還可以學 這還好吧 為什麼有一個理由 我是不曉得 她說 跟蠻多緋聞對象的 江麗道倫卡信任 這應該 這應該那個人剛好是細則寫的 真的啊 因為她交流很廣闊 還有 有人說 一副若不禁風的 男生保護久了也是越累的 男生會這樣嗎 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啊 她不知道我喝完酒會變浩克嗎 對啊 而且她 浩克 觀眾但是不知道 她不是睡氣 她是一直都這樣 但也有人覺得說 你長相非常甜美 真的 如果當你的 一定會有很多情敵 這算美 第四名之後 我們就有VCR了 先從第四名來 第四名到底是誰呢 來我們先看 各位 經過百大調查以後 跟她交往以後 會被她嚇跑的女人是 第四名 王帝人 他才第四名 可以了 她看起來很溫柔啊 還好 來 我們來看大家說 草莓公主什麼 草莓公主 在演藝圈裡 有很多身材好 臉帶美的女藝人 但有很多人 已經到了時婚年齡 卻還嫁不出去 今天就要在熱鬧的街頭 來進行大調查 究竟在路人的心中 哪些女藝人有交往後 卻會嚇跑對方的感覺呢 光麗的 比較兇 比較公主的 光麗的 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 她看起來像嬌嬌女 但是相處之後 可能男生會受不了 嬌嬌 對啊 粉嫩粉嫩女 太柔弱了 看起來像小公主 妳還蠻正面的耶 對啊 還好啊 洆湞妳是嬌嬌女嗎 我的外表跟我的內心差很多 其實 所以一定要跟我認識 所以一定要跟我認識 我跟你講 我上次有被她嚇到過 怎麼了 我覺得她的思維 實在是有一點 因為那時候 我在我的店裡面 開一個開幕酒會 然後就可能有酒商啊 就介紹啊 就說 這是那個什麼什麼 這個眼前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大哥 妳要那個 我的大哥 要好好的招待一下 什麼的 我說大哥妳好 大哥妳好 妳不要這樣講 我是不是要跪下了 她在我旁邊默默的喔 美女與諧星 待遇盡差這麼多 我今天最近要喜歡一支手錶 本家 人家 她不知道啊 有 這個我需要一個東西來提醒 有種東西是手上可以當鬧鐘 手上的鬧鐘是不是 對 OK 準備好 妳怎麼會這樣 妳怎麼會這樣